她的手受伤 我带她来看医生 带着不舒服的玩偶来看诊 这是新加坡慈激大幼教证心里的泰迪熊医院 扮演医生的是仁医会成员和医学生 让孩子体验就医的过程 我认识你的胸部是不够的 但你不胸吗 你不胸吗 你不胸吗 我们的目标是阻挡任何症状和怨疾病 孩子们在医院 我们的目标也要教养孩子的身体 例如胸部和胸部和健康的健康 我们一起做一 二 三 我们在医院的医院 介绍了一些不同的治疗 孩子们可以预测 当他们第一次去医院医院 很简单的东西 例如刷刷 感觉 甚至是採取 我们尝试能够更友善 你以前有去看医生 你会怕吗? 会 会吗? 为什么会怕吗? 因为 因为我怕他们会跋在我的眼睛 今天你来的你还怕吗? 不怕 为什么不怕? 因为他们跟我讲 它们就像冰箱 所以水会进入 冰箱会变化 这个国际性关爱儿童健康项目 旨在帮助孩子消除对看医生的恐惧 让医疗场所不再是个可怕的地方 带新闻王随喜 刘志渊 新加坡报导 这种感觉 是什么就是 我需要再去看医生的 我需要再去看医生的 那是什么事 最后来看医生的 我需要再去看医生的